观众朋友 网友朋友 大家好 我是傅前哨 最近中国科技大学搞了一款非常先进或者是说非常奇特的雷达 而且已经进行了相应的实验 那么这款雷达被称为透视雷达 它透视什么 透视建筑物后面的相关的场景 那么这款雷达的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 比较新颖 那么过去能够看穿墙壁 甚至看穿地面的雷达也不是没有 比如说探地雷达就能够看到地表下面比较深的一些物品 那么看墙壁后面的物景应该说也是有这个能力的 但是这样的雷达要想看穿墙壁 它必须离墙比较近 民用方面应该说没什么问题 但是军用可能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你像民用的探地雷达或者看墙的雷达 在革密房间探测这家房里的场景以及火灾的情况 应该说是可以说到的 但是远了 它的损耗比较大 因此它探测距离不是太远 中国科技大学这次搞的透视雷达 它采用的原理不太一样 它是采用多次折射的方式来探测建筑物后面或者建筑物里面的目标和场景 那怎么做到的呢 比如说这个建筑物有很多窗户 当然又有很多的房间 那么它要看某一间房子里的情况 那么就可以把相应的雷达波通过窗户照进去 那么照到某一面墙壁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折射 这个折射下来的雷达波 经过物体的表面又会被反射到某一个角度 最终经过多次折射 通过墙壁或者是其他的媒介返回到发射机 那么发射机接收到了建筑物后面或者建筑物里面的相应的场景 它就可以把它成像 然后进行相应的分析 那么这样的一种新概念的雷达 可以说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 意义都比较大的 你可以把它作为仅用雷达使用 作为消防雷达使用 当然也可以作为军用雷达使用 那么军用雷达使用 它有什么样的未来的前景呢 首先 这个新概念的雷达 它的探测距离比较远 目前的试验距离大概能达到1.43公里 这就比较远了 1.43公里如果在城市巷站里面来使用这个装置 我就可以在比较远的距离内 发现建筑物或者墙壁后门的相关的敌人 以及他所使用的武器装备 那么精确的给他定位 那么只要给隐蔽在建筑物后门的敌人 进行精确定位 我们就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 对他发动攻击 最终将其消灭 那么攻击敌方目标的手段 我们当然有远射程的狙击枪 这个榴弹 或者是小口径的火炮等等 甚至一些排击炮弹 都可以对隐藏在目标背后的 或者是建筑物里面的敌人 发动精确的打击 在城市弹和巷弹里面 可以说这种新概念的雷达 是有比较好的应用全景的 我们可以把它配置在无人驾驶的车辆上 或者是有人驾驶的装甲车上 支援我军巷战部队的军事行动 可以这么讲 这种刚刚开发成功的 具有良好应用全景的新概念雷达 有可能会成为我们军队 或者说是公安部门 消防部门的一个有力的装备 或者是武器系统 好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感谢你的朋友 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